讲到说转职 很多人因为什么 高薪挖角跳槽 或者环境不合适 或者个人的 什么生涯规划 但是大明你进了新闻圈之后 一路很努力做主管 才三十几岁的时候 你因为健康的问题 就提离职 就是很多时候 大家都说过劳 或是什么心肌梗塞 应该是你那一天很疲惫 可是我经过这一次之后 我就发现说 所谓的过劳它是累积的 它不是你当天很疲惫 它可能是你长期都不舒服 但你都认为你可以忍 那我那一天的情况就是说 你也许想说 我那一天身体不舒服 可能是突然什么飞机掉下来 哪边爆炸 没有 那一天风和日丽 然后我跟旁边的主管 正预备要来八卦别人 然后就很开心 然后你知道老天爷的报应就来 正在那边比电视墙 那边要讲别人的时候 突然我的世界静止了 然后你知道吗 我的左手臂开始整个发麻 然后嘴唇发麻 然后你完全没办法动 这时候你发现 你身体会很自然的 你会用手去摸你的心脏 因为你心脏很刺痛 然后你就往前请 然后我当下眼睛真的是真大 这时候你以为旁边的人 大概因为大白一天又是在办公室 会有人来救你 不会不会 因为大家也没注意到啊 大家不会注意到 而你这个所有的感觉 它都集中在那一秒 你刚刚讲的这些是瞬间有的 瞬间一次 那你晕眩吗 就是一阵黑吗 不会黑 因为你整个前面都定格 就很像那个pose就画面这样子 然后但是你精神是清醒的 但你没有办法说话 你也没有办法好 然后你就摸了心脏往前请 然后我当下真的呆在那 因为那真的是吓到 然后突然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还年轻 心脏还算有力 就回来了 然后你可以动了 你知道吗 你可以动了 然后这时候 我可以动了之后 我第一件事情 我拿起我的手机 立刻冲到中庭 打电话给我的主管 我跟他说我不要做 因为你当下你 那种快要往生的恐惧太强烈了 你已经不想顾什么职场伦理 或者是有没有人来帮你接手这件事 你只想要跟他说我不要做了 因为你觉得那个工作压力 已经造成你的不舒服 结果你就离职了 我就离职了 而且当时其实我身上还是有房贷 我还要给我爸妈效仰金 可是你对于生命那一种 害怕自己死掉的情况 你已经不会再去管这一切了 你只想要走 我当天晚上就去看那个心脏科 然后听完我的描述 因为你知道医生已经看过很多大场面了 他就跟我说 你这个是可能就是心肌梗塞 然后呢 他立刻开舌下订给我 跟我说呢 这是老人家在用的呢 就下次又来的时候 立刻喊 你知道身为一个少女 那时候拿到一个老人家的药 要在三十 三十几 然后他就跟我说 心理很复杂 很复杂 然后他就说其实你有焦虑 可是你知道焦虑这种东西 它到底是怎么样 会让你身体已经扛不住 你是没有办法评估的 那你也只好就是先离开一个 会让你焦虑的环境 从小就还蛮相信命理的 你会去算命 对啊 我从小就非常爱算命 因为我几乎是从台北算到屏东 屏东再算回 真的 因为我就觉得这实在太有趣了啊 因为有一个人会告诉你未来 然后以及我个性有点铁齿 又铁齿又好奇 又好奇 然后呢 我更妙的是 别人说难听的话我都听不进去 我只会相信命理老师跟我讲好的 那也是某种程度也是乐观的啊 对 然后呢有一天 我就听到我底下的记者 我的属下跟我说呢 他呢 他们家有一个御用的命理师 非常神准 是通灵 你都不用跟他讲什么 那我就说哪有那么厉害 然后他就说大明姐我跟你说 有一次啊 我的弟弟呢 就是交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呢 妈妈呢 就立刻带这个女朋友去给通灵老师看 然后妈妈后来 回来之后就跟弟弟说 你不能跟他结婚 然后弟弟就说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跟他结婚 他就说 老师说你女朋友 是圣信基督教的 这有真贵 所以都看都没有 看不到他的前世的真真 然后呢 有真贵 有真贵 有受死过 被封起来了 对 被封起来了 然后如果你以后跟这个女生结婚呢 你以后呢 记住 你都要自己弄 所以呢 妈妈我反对 他就跟我讲这一段话 我就想说 哇 人有真贵 都可以感应得出来 不得了 我一定要去算一下 那其实我是好玩 你是有点踢铁板 其实想说去踢 踢管看看 新闻人就是有这样的特性 哪边有什么怪怪的事情 就去看一看 我想说哪有那么厉害啊 你知道我是要去踢管的 结果没有想到我被收咬 怎么了 因为我心脏这样 其实很少人知道 然后当时呢 去看他的时候 他就摸了一下我的手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我想说这种赞美词 谁都会说啊 十个有八个重啊 好不好 然后他就说 你是个很认真的人 你工作都超认真 你就算来我公司工作 我也会超喜欢你 但我要跟你讲 你的心脏 已经因为你的工作 现在已经坏掉了 讲到关键字 我当下想说 天哪 你居然知道我的心脏坏掉 还是因为工作 这时候呢 他就还在跟我讲了一个 影响我人生的一句话 他就跟我说 你怎么这么拼 你有什么要这么拼呢 你有想过你这么拼 脚手你也忍生 你老闆也是最多 去把你练乡而已 你还可以怎么 然后我当下想说 对耶 就是如果我往生 我的老板再怎么样洗财 最多就是到灵堂上 帮我上香 我突然人生 有了一道亮光跟开雾 真的 完全顿雾 对 然后呢 我当下就说 我该怎么办 然后他就说 我原本的名字太好强 所以就是希望我改个名字 但他随便我 然后我就说 我当下立刻改名字 就跟你讲说 去踢馆就有被收邀 还包了一个大红包给你讲 当然因为老师也讲中了几个关键字 跟真的你亲身的经历 但是讲到工作狂 你在工作上的时候是怎么样 是使命必达型的 都没有再跟老板计较什么打卡 什么终点 我跟你讲 做人真的不要跟人家太计较 哎呦 对 而且我觉得那个工作 因为我对电视 我真的是非常有热情 是 当你在做一件你很喜欢 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眼中跟脑中 是没有时间的概念 你只会充满了兴奋 也应该会充满了兴奋 这个关键的 你会充满了兴奋